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的一些有几年的经验 所以我今天就纯粹是我自己个人平时的一个画法 然后交给你们 嗯好 那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第一个呢我们就先从眼妆开始吧 然后眼妆用到的这一盘 是Too Faced他们家的Gingerbread的一个系列 就是姜饼人 然后你看它里面的颜色 很好看 对所以今天这个蜜桃妆嘛 我其实好像从视频里面看是有点蜜桃 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它更焦糖一点 然后今天的这个眼妆画法 主要是眼头前眼尾深这么的一个画法 所以在眼头和眼妆 我会用这两个颜色 然后眼尾加深的话 就是用这边这一个 再橘一点 再深色一点的颜色 那我们开始吧 一般就是用一个比较大支一点的刷子 因为我觉得就是可以整个眼皮都扫到 就可以做一个打底 先用这个带一点点butterscotch 先蘸一点 你不要蘸太多 你待会会后悔的 蘸太多了 然后呢我会先大一个大面积的在眼皮这边 向左向右圆弧一样的这样的扫 然后呢你就可以描一个眼眶出来 下面要扫了 我一般就只是扫上面 就这样来回 然后呢尾部 会多扫一点 因为我这边眼皮的位置有点多 所以我会轻轻的把剩余的那个鱼粉 再稍微往上扫一下 然后呢我现在觉得有一点颜色有点浅 所以我又沾了一次 然后呢主要是在画后面的这个位置 你就可以更好地描出那个眼眶 就左右左右 像画彩虹一样 第一步的这个描出眼眶做好了 然后我就会选这边这个in a pinch 然后我们去画眼中 然后呢我一般就是把这个颜色放在眼中 先点的方式 可以让它均匀一点 再沾一点 然后就融合它跟你之前的那个眼眶 那个颜色 就是让它们两个合二为一 但是又不要画出你刚刚画的眼眶的位置 然后又加了一点 然后再把它点缀在眼皮下面 就是让你整个眼皮的这个颜色饱和度 让它变高 记得把眼皮眼下 就是贴近睫毛的位置 把它用这个颜色给补满 然后呢就到了眼尾加深的这个步骤 然后你们找一个稍微小一点点的刷子 就这样子小小的一把 我会用到这个颜色 然后还有一点点的这个颜色去加深那个眼尾 我们先从这个颜色开始 沾一点点 主要把它填在后眼 后眼尾的这个位置 然后轻轻的把它给推开来 让它跟刚才的两个颜色融合一下 然后我个人会再画上来一点 因为我这边的眼皮比较多 然后再选这个Cookie Coal 这个颜色就深一点的 然后继续的去加深这个眼尾 就在眼眶外的眼眶里的三角区 然后如果你个人是眼睛偏圆一点 然后想要把眼睛拉长 你可以稍微这样子的往上勾勒一些 这个最后那一副做完以后 就再拿出一把比较大一点的刷子 然后尽量是干净一点 上面不要有鱼粉 然后我们就把整个所有的 刚才画的这个眼影把它给晕开 就是晕得稍微自然一点 下一步我们就进入到眼下面的这个眼影 然后我选的是第二次用的这个In a Pinch 然后这边有一点带粉的Soft and Sweet 两个颜色一起都碰一点 然后我们就把它要在眼下 从眼头一点点眼中再到眼尾 然后我个人因为是杏仁眼的一个形状 就是后面这边就是不够圆 所以我个人会喜欢做一个研制 这样子一个包边 就是也是拿深色的这个眼影粉 这样一点 然后要选这种比较扁平的刷子 比较扁的就是比较容易去勾勒你的那个眼线 就会找到我的眼中这个位置 然后我会把它往上这样子一个动作 就是让人不要看出你在那边画了一笔 但是又很神秘的你确实在那里画了一笔 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然后你们就能看到这两边的眼睛 这边的这个眼型就是被我补救了一下 然后就整体就是觉得眼睛从长长 然后再到圆圆的这样一个上去 然后可以放大眼睛就比这边要大很多 瞬间眼睛放大了 我喜欢 喜欢 需要买一瓶扁平刷 对扁平刷 这个万能刷 我觉得超有用 好了 然后这个基础的眼妆这边就画好了 接下来如果你是像我一样喜欢 bling bling的 那就一定要加上一点亮粉 然后今天我用到的是这个 makeup forever的diamond powder 它是那种钻石闪粉 然后呢也是在找一个小一点的扁平的刷子 然后这个真的是不能粘太多 否则就会 你会后悔的 然后呢拿着刚才粘上的这个亮粉 要涂在眼中 这样就可以体谅你的眼睛 你看这个bling 然后我会把它慢慢的把它带到眼头 让眼头有点放大的感觉 但是基本上都保持在眼中这个位置 眼头这边粘一点就可以放大眼睛 粘回那么一点点 然后放在眼睛下面这个位置 点缀一下 不用移太多到前面 这样子就够了 你们可以用什么品牌都可以 就是差不多的都是让你眼睛可以bling 然后你刚才弄到下面 我就帮你拍掉一点 我会用一个高光 你可以用高光高 你可以用高光的这种粉啊柄啊都可以 但我今天用的是colourpop的这一款 flexitarian 对他们家这个高光真的是非常的闪 其实用手指上是最好的 但是现在指甲有点太长了 把你这个眼头给提亮 这边就显得眼睛很大 ok我们这边的眼睛给补上了 然后下一步就是一个灵魂之笔的一步 就是造就这个桃子妆焦糖妆的这么一步 因为我没有橘色的腮红 所以我打算还是用刚才那个眼影盘 但是会用到上面的这个in a pinch和butterscotch这两个颜色 然后你就两个都这样混到一起 像修容一样的去涂 涂它这个上额 然后把涂这个颧骨的地方 太阳穴 对 颧骨和太阳穴 然后慢慢的把鱼粉往中间脸颊这边扫 这样子一个洞都把它扫进来 然后你要觉得颜色有点不均匀 你就按照这样打圈的方式 这种腮红的画法其实有一点点像修容 感觉这边一下子就瘦下来的感觉 我就觉得我看我现在左右两边脸好像真的就是 这里好像整体来说都销瘦一点精致一点 然后呢我就会拿着刚刚剩余的这个鱼粉 就把它打在鼻头这里 横着打 就这样在鼻头下面一点点 这样子就可以整体那个妆容就会觉得是橘橘的 好像小兔子呀 但是不要打太多 打太多好像就有点 你快看我 打太多感觉像感冒了一样 你怎么那么开心啊 打太多了 好啦我们腮红现在画好了 然后突然意识到 睫毛工没有画 我怎么可以犯如此重大的错误呢 夹睫毛会分成三段 我会先整体就是你能加到多少根就加多少根 这样子但是是按中间 这样子往上提一边提 加上睫毛就会更翘一点 然后时间也会更持久 翘了以后呢我会把它移到眼头 这个睫毛脚你会稍微转过来一点 然后呢找到眼头的睫毛 然后呢也是这样子轻轻的按个几下 这边就能看到现在前面的中间的都竖起来了 第三段 这是我们的眼尾 也是 转到眼尾的位置 这个睫毛脚会有一点翘 现在还卷翘的时候 拿出你的散粉 什么品牌的散粉都可以 然后倒一点到这个小杯里面 找一个比较fluffy 但是又不是很粗的这么一个刷子 粘满你的刷 然后呢把多驴的给挡掉一点 往你的睫毛上面扫 这一步看着感觉有点多次一举 并没有什么用处 但是待会上睫毛膏你们就知道了 拿出你的睫毛膏 我今天用的是Band Minerals他们家的 然后我们从睫毛最上面这个位置 就不要直接一上来就从根部往上扫 而是先找到睫毛最上面的 最上面这一簇的睫毛 然后呢先轻轻的拉长一下它 每一根睫毛都可以碰到这个睫毛膏 再从睫毛根部开始往上扫 这样像那个睫毛刚刚就被拉长就画出来了 如果你是下面的睫毛比较偏少的人的话 这时候我们就拿出你的眼线笔 找到眼睛后面这个位置 我们要开始画睫毛上去 我一般就是这样画个一两条 我刚刚就把这一边的睫毛也给补完了 然后我上次的这个蜜桃胶团妆容呢 我是没有画眼线的 因为我个人喜欢稍微圆一点的眼睛 就会显得整个人更活泼一点 但是如果你们视频是习惯加眼线的话 它可能最后一个完妆效果的话就会变得更嫩媚一点 所以这里我今天就不加这个眼线了 OK然后下一步 我个人呢这个就是发色跟眉毛 就是目前因为疫情嘛就没有办法去染发 所以这个黑头发都长出来了 然后就看着我的眉毛也不太顺眼 所以如果想要再温柔一点的话呢 我用的就是Attitude ED之物他们家的染眉膏 比较浅一点的咖啡 然后我会去染我的眉毛 这样子整体的妆容就会显得更温柔一点 画一点点立马就是把后面的这个黑给压下来了 好你就可以这边就是很明显的可以看出这边就是很浅 然后更配我的发色一点 然后这个就是我原来的这个颜色 高光用到的是深浆高光卖的 这个就不用多介绍啦 然后我会找一个Fan Brush 是我个人喜欢上腮红的一个刷子 腮红高光 上高光的一个刷子 然后为了让我们这个高光更显色呢 我就会用这个定型定装喷雾 定型喷雾 定装喷雾这样 前后两边都喷一下 然后我们再扫上去 瞬间 哇 它就会 更闪一点 嗯能看到了 然后呢我会再找一个小一点的这个Fluffy的刷子 在鼻头 中间这个位置只要点缀一点点 现在再把它放到鼻头 然后装一点点 早一点在这个嘴唇上面 你觉得的最后一步 最后一步就是口红 加上口红我们就完成了 是的呢 但是涂口红之前呢 我会喜欢涂 我终于也让你入手了 是的呢 Too Faced Lip Injection 就是 风唇 幼 风唇唇 然后呢 涂上去就会 显得你整体的嘴部就会饱满一点 妈啊 还是没感觉 因为麻的我鼻水都流出来了 为了让我们的嘴唇看上去像个蜜桃一样 人 好了那我们擦掉吧 大家一定要用抿的方法 因为呢 我吃过苦头了 我有一次就这样子 抹了之后嘴巴一圈都肿了 然后呢 今天用到的是 Mac子弹头的Marrakesh 老网红啊 就是 有点落叶菊 但是为了不让它那么的菊服 我们就没有很蜜桃的焦糖妆 这么一个感觉 所以我们今天把它涂在唇部的中间 快点拍完就可以去拆包裹了 好的 然后天天在和包裹拆两个女人完蛋了 OK开始了 不要再打断我了 来 涂在唇部中间 这个位置 打开你的嘴 吃了 哦要吐到里面了 嗯 就这样一个效果 先吐到比较里面 然后就开始各种瓣 然后 还是拿出你的手指 然后就开始晕 晕晕晕晕 然后刚才因为那个封唇的唇釉 整个嘴部这边现在都变得很饱满 你就可以轻轻地把它擦出来多一点 不一定要完全根据你的唇型 好吵啊你 哎呀牙上都是口红 你是不是涂太多了 然后我个人会喜欢涂出你的唇线多一点的位置 就这样子不会显得你的嘴很假 但是同时又看着会更饱满一点 整体这就换完了 你看这样子就没有很像Mari Cash 就很多人可能觉得你用了其他的颜色 但其实就是Mari Cash的浅涂 主要把深的涂在中间 然后把它运到旁边边线 看这个蜜桃妆的矫程就到这里啦 然后呢我那天弄的是这个发型 然后呢我那天是B剑 嗯又回到了当时让我宽了一整天 变成那么金的 所以这就是那一天这个整体的造型 当然你们也可以搭配不同的衣服 但我觉得搭配这种妆容的话呢 就仅仅还是微柔一点 然后可能就是淑女一点的这种 那后面是这样子 还夹了两个这种珍珠的 然后这边都编了一下发 特别的温柔头发都有点卷 嗯然后弄了两个耳环那些的 然后项链也配了两次 好了那今天这一期的 你们一直催的化妆视频教程就到这里解释了 对都催到他个人的小红书账号里面去了 一直在评论 然后我也一直在催他 所以今天终于把这个教程也教给你们 我自己也学到了很多 嗯那当然如果你们还有哪一类的化妆教程啊 造型啊穿搭那些想看的话 或者对我们哪一期的穿搭 或者化妆特别感兴趣 都可以在评论里跟我们讲 嗯那还是像往常一样 给我们点赞三连 然后点评 然后订阅 哎呀今天不会乐 哈哈哈哈 反正就那三件事情 对你们懂的 嗯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你们